四十而不惑 到了这十年的结尾 四十岁了 这可谓真正的中年了 前面是 英诱年 然后少年 这段时间 是青年 当然了是一个中介 四十到五十 可以叫壮年 但是有点老 就四十岁左右就壮年了 这人生过半 这个时候 如果是还没有结婚的 像大城市 普遍都结婚了 认为 孩子 现在不好养这个时代 都顺着孩子来了 而不顺着老的 根本颠倒 本末道志 要么 就是西方的这个 自由主义 强调我个人过得怎么好 最多一个二人世界 桃花岛 那五下角说也不是白看的 真的搞不清楚 那两个人 到了年纪 不找对象 找完对象 不结婚 结了婚 又不在一起 在一起 又不生小孩 等到想生小孩 又生不出来 你看妈不妈 干潮流啊 是很无奈 不得已的事情 难道理你身体 足够强壮 再早先 就应该了 那当然你晚 说晚年得子 也是 绝处逢生 人生才完整一点 我们老说什么 僧道 认为境界高 也不尽然 很多都是弱势群体 有各种的不如意 或者是身体 由死而入道 不过呢 他们确实尽道 更深刻 更接近一些 弱者道之动 那但是 他们人生 体位的 享受的福报很少 只能说 内省 从内 慢慢的萌发 你下一次 要么来人家更好 要么 不来 真正好的 最好的 一定是 大体上我都体会过 体验过 明白了 不要到那么痛的时候 才醒悟 这才正常的人 但有些人 也没办法 他的命运 家庭 身体 性格 环境 很多很多 导致他的不如意 当然我们不是讲 心血一切都有几遭 甚至由上一次来 作为上辈子 造的什么因 结什么果 我们从今生来说 从普通人来入手 那还是要有 正常的 天伦之乐 至少一 加三口 小康生活 每一个人都想要 荣华富贵 不敢谈恋 有了当然更好 那么相对来说 我不要那么多 我把这些时间留在 让大家一起 都更好 提升自我 内在的 这才更有意义 还不是说 雄射几遇 和享受 人间的 名利全遇 那么这个时候 尚有老小 有小 实际上 普通人来讲 他是比较压力大 也没有时间 太去想什么 而且这个阶段 他比较好逗 政治情况 除非 你有这些原因 以及你身体足够好 要养好啊 才能保证 下一代好一点 要不然晚年那种 这个小孩子会很衰 不管精神和身体 都会有影响